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关心 这个家人比你们更关心 所以我觉得顺其自然吧 就是先好好做完眼前的事情 不要催我啦 谢谢大家呀 哎呀 一言不合就撒娇啊 不愧是娜姐 那边网友们催得起劲 这边纳米们也没闲着哟 瞧漫画版娜姐来也 再来看看本尊 简直就是复制粘贴啊 再来几张细细眼 什么腹白冒尾大长腿啊 说的不就是娜姐吗 网友们也是花式点赞 正能量女神 太阳女神光芒万丈 娜姐万岁 不过呢 也有高能的网友发问 老实说 是不是换造型师了 咦 就不告诉你 就不告诉你 想知道的 自个儿去问娜姐吧 谈恋爱的问婚期 结婚的问生娃 用了娃的还有二胎计划 鬼圈的这些一二三 就问你们服不服 这波跟娜姐的同场活动中 贾奈良也被问到了二胎问题 本公局还记得啊 前阵围观贾奈良跟可可的 看你往哪跑 竟然发现她的私人号码 被节目组曝光了 节目套路深 嘉宾玩的真啊 可怜贾奈良 边心疼花费 边接受粉丝们的狂轰乱战 现在很多连心都是二胎了 然后想着你 我们要生二胎的 打算 生生必须生二胎 两个都这么积极了 不少网友开始担心小甜心了 而本公局倒是觉得 姓爷根本不用大家操心 人家早在去年 就想有一个小弟弟或小妹妹了 小弟弟小妹妹 都行是吗 嗯 那你会当一个 懂事的大姐姐吗 嗯 他就是说 妈妈给我个小 生个小弟弟吧 我照顾他 前阵贾奈良也在微博感叹 自己喝了一口红酒 都被小甜心教育半个小时 可见为了早日 当上小姐姐甜心的 这个监督员也是很认真嘛 不管未来二胎是小弟弟 还是小妹妹 本公局可以肯定的是 两个在家的地位 又要下降一名咯 虽然爽妹子一直不现身 但江湖上却一直都有她的传说 这两天 于正早前的一段采访 引起了书的注意 在她的口中 爽妹子竟然是 只会摇头怕吃苦的形象 还有像郑爽这样 她不想演电影 也不想演电视剧的 那她想干嘛呢 她没说话 问她什么都摇头 然后我跟Petty姐姐 见完她以后 觉得算了算了算了 没必要 因为她也怕辛苦啊 什么的就算了 于正的吐槽 正版们自然不接受啊 纷纷用郑爽带伤拍摄等行为 来立正自家爱豆的敬意 还有网友忍不住反弹 对于正 哎呀 不是都拍了一句吗 还好拒绝了 并实力心疼小爽 我倒也希望小爽真的怕吃苦 于正为啥如此吐槽呢 爽妹子真的这么矫情 说忍不住 却查了查时间线 于正所说的选角 正是为了攻锁沉香 该电影 12年10月40日开机 两人见面肯定在此之前 而这个阶段的爽妹子 正在恋爱期 影视作品 除了跟张翰拍的几部 其他几乎没有 如此状态下的正爽 拒绝男主非张翰 并有大量感情戏的 攻锁沉香 也是很正常的意义 大家也就不用继续纠结了 还是看爽妹子的新剧吧 话说这剧都开播两天了 正爽怎么还没现身 做做宣传呢 除了停工休息 难道真的在等新的团队 为啥这么猜 10月份就有爆料称 郑爽至今没有新团队 身边只有几个助理 不想插手他经济事务的爽霸 正在积极帮郑爽 找专业团队 如果此事为真 衷心的希望 爽妹子早日有一个 靠谱的专业团队 以后能多拍戏 拍好戏 爽妹子新剧开播没几天 这箱有一部剧的日播量 已经破9亿了 没错 就是堂堂的故庄大戏 精英女神过人杠杠的呀 前两天 唐颜出席活动的路透照 在网上流传 依稀弟兄长裙 尽些好身材 拍手之脸也是优雅的很呐 但有一个小动作 竟然引发网友不满 那 在助理给唐颜整理头发时 唐颜皱眉全程灵交流 被网友吐槽 太多差一次耍大牌 本宫就一瞧 哎呀嘛 这不是在喷发焦吗 闭眼再正常不过啦 再说了 这都是一年前的事了 还真印证了贵圈的 至理名言 人红是非多呀 不靠谱的咱就不多说了 倒是最近唐颜和罗继 两人在座恋情侣 距离相爱相杀 巨外他俩的小粉红 也是根本停不下来 随皮感爆棚啊 唐颜自己也曾透露过 其实相对来说 是全内谈的老女 首先你是不认识 第二就是 没有共同女 就是不知道 当然我不是说 完全排斥掉 这个人群 并没有 只是说 我不知道讲什么 我现在是 很想象的 哦 这么说来圈的人 可能性更大哟 本宫就这颗八卦的 小心脏呢 堂堂 下一位要收购的男生 能透露一下吗 嗨 欢迎关注官方微信 让女王抱不完的料 和吐不完的草 都在这里哦